徐先生34岁来自哈尔滨职员 有请小徐 有请 郝女士27岁来自哈尔滨代业 有请小郝 有请 真可爱 欢迎两位 女朋友 是的 未婚妻 不算吧 谈了多久 一年半 什么时候打算结婚 这个不知道 听明白了 有苦衷呗 是的 今天就来诉苦的呗 可以这么说 从什么时候开始代业的呀 从25岁那年吧 就两年了 为啥不工作了呢 就是没有合适的 而且再加上 体格有点太宽了 工作有点不太好找 两年前就是这样是吗 没有 原来就是大概130多一点吧 现在呢 180 就我们俩站在天平上刚好 齐平的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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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她在一起恋爱快乐吗 快乐 特别开心 是 从脸上就看出来了 这个叫春光明媚 这个叫绸云惨物 一段爱情 谈的两种不同的感受 说说呗 最开始刚始初的时候 感觉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 最开始的时候 就比较粘着我 当时以为热恋期嘛 我就觉得 可能是很正常的 可是一年多了 一直还是这种状态 可能导致我的生活 就是我的工作上面 有很多时候 我都不敢出门了都 很打个比方来说吧 就是我每次出去工作 我都需要汇报 去哪里 什么时间回来 跟谁 都有谁 要干什么 必须得汇报得完全清楚 而且说 只要她给我打一个电话 我不接 我的手机就会接到 无数的电话 去吗 不就打个电话问吗 不是说你打电话 你那是问吗 那我不是问吗 我一个电话不接 就是无限制地在给你打 就是什么时候 都得都是这样 为什么要查她 去哪儿了 跟谁 做什么事了 了解这些干嘛 因为可能之前 就属于那种 不放心的状态吧 就是她有时候一出门 就是天天就是 工作爱好或怎么样 就是出去喝酒嘛 她一喝酒 就喝得乱醉如你 那种状态 因为一喝 喝到半夜嘛 就总是担心 安全的问题 再加上她那个嗓子 她那个气管 就是一时不时很好 总之喝喝喝地喝走 所以担心这些东西 这个是人家关心你 她要出去喝酒 你会问 是吧 平常是不问的吧 平常有时候 不是 什么时候她都问 有时候也问 就是二十四小时 你啊 这那种 就喜欢黏着她是吧 其实你要是 剪一下重的话 剪成沙纳老师这样 黏着也行 反正走哪儿背哪儿 她现在背着你确实比较累 你知道吧 你得剪 理解 理解 你都干了什么坏事了 人家非得这么查你 我也不知道啊 你干了什么事了吧 兄弟 我什么都没有干啊 这种情况下不会 对吧 一定是被人发现了 有苗头了 没有 而且说我身边的 我接触的人 我身边基本上很少有女性的 就是我出门 就是比如说我上思文河去哪儿 就我特意提前给她打电话 我告诉她 我说 你还好意思说 我说我告诉你 我说我现在马上要谈事情 我说我结束了 我说我会给你发信息啊 我给你通视频啊 都可以 好 在我谈期间 没有过二十分钟 电话到了 我就摁了 你知道因为在谈事情吗 我就摁了 然后就是静音了嘛 等我结束了以后 给她 想给她打电话 我看了我手机 五十七个未接电话 不是 不是 她关心那天 那天她去隋风河 那天是早是呢 她告诉我说 那个晚上我有单子要签 她三三点钟 给我打电话 她跟我说是 我那个 大宝说那个 我三点多 四点多 去那个签河的吃饭 我以为可能就是 七一点多 八点那样 差不多应该 是完事了吧 就算再喝酒 好几个小时 也应该完事吧 我那时候给她打电话 她一遍遍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也没多想 我就是一遍遍打了呗 一天反正就这么点事呗 就是 她乐 她不当回事 我问问 你们在谈恋爱之前 她是有工作的是吧 有 后来她为什么不工作了呢 最开始的时候是 她母亲给她找的工作 就是在地铁工作 我说她老说累 早 而且挣的还少 那个是因为啥呢 因为我家是哈尔滨的嘛 自己家是在 到外区那个 哈东站那一块 我俩现在住的地方 是在厢房那一块 从厢房到哈东站 天天早上 地铁车是六点钟 不是那工作 那不就是这样的吗 六点营业 你告诉我 六点营业 不是 我从香港走呢 帮我走吗 我走大哥 那我的工作呢 我可能有时候 一休一休再忙 可能一休一休改完 你是有通勤车呀 那我有吗 那我天天半夜 起来的时候 你没看到吗 那我呢 那你说早上 我咋走打车吗 就是 一个月一千多会 那我问你 人生的工作 它所有咱人生的目的 咱们在生活当中 是不是都是这样 都是在奔波期间 你一点泪都不想 你看我每天 每个月 我挣多少钱好吗 那我只想问你 那后来呢 你想干了 你想干了 不干了 我给没给你找工作 我这个工作 是不是很好 我朋友在一个 保险公司当总监 我给他找了一个工作 就是早晨九点 到中午十一点 去打个卡 开个会 一月好几千 就这三个小时工作 都不行 三天打鱼 两天晒晚都不愿意去 九点上班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九点上班 省政府那块特别堵 这家安东街那块 也特别堵 两个十段 真的 你知道我 不是你受容不可笑 那这么简单的工作 就是很简单的工作 你都做不了 你还要干什么 只能做那儿数钱吗 我倒想啊 你给我这机会吗